現在為大家介紹Photoshop中LT鍵的功用 在Photoshop中我們都知道Ctrl加J鍵是複製一個圖層 那LT鍵能嗎?也可以的 只是在背景圖層下我們要先解鎖 如果在背景圖層下沒有解鎖的話 使用LT鍵並不能做複製 因為LT鍵在Photoshop的工具定義中 它具有移動複製的功能 所以我先對背景圖層解鎖 然後直接按住解鎖的圖層 再按住LT鍵和滑鼠的左鍵向上拉 你看到我馬上複製了一層 然後再來一次 原來是一個手指的工具 在我按住LT鍵和滑鼠左鍵向上拖移的時候 變成那個三角形的工具 它移動的圖層並在圖層做了一個複製 所以我們在做一些比較小量的改變 不需要用太多圖層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方便的方法 你不需要再按住Ctrl加J鍵做複製了 你可以任意複製圖層中的某一個部分 只要按住LT鍵和滑鼠左鍵向上拖移 或者向下拖移就可以了 你看向下拖移是這樣 封制的圖層被排到最下方了 LT鍵既然能夠複製圖層 那也能複製圖層上的某一塊區域 沒錯 所以我們使用這個套索工具 或者點L鍵盤上的L鍵 選定一個範圍 之後再使用選移動工具 或者按一下鍵盤上的V鍵 這時候再按住鍵盤上LT鍵 按住滑鼠的左鍵 把選取的範圍移動到你想要移動到的地方 比如說是這裡好了 之後你看到還是同樣是在圖層的頂上 並沒有因為真實的移動而新增的圖層 LT鍵就有這樣的功能 之後再對選取並移動選取的地方做變形 按住CtrlT鍵 再按水平翻轉 你看到它 幫我們做一個水平翻轉的移動複製 再按CtrlT鍵取消 這是LT鍵在圖層上的功能 另外呢 也可以將打開了別的檔案 使用LT鍵 或者使用移動工具鍵 移動進目標的檔案中 不過這時候就新增了一個圖層了 但這時候如果我在按住LT鍵 拖替出一個範圖 它會再新增一個圖層 通常呢 我們不會這麼做 除非真有必要 置入到什麼 做一些特效 PNG的一個透明的物件的時候 也許我們會這樣做 那另外就是 它以LT鍵 可以幫我們檢取 刪除 我們所不需要的色票 我們打開這個 色票的工具面板 或者你按視窗的下面的 色票 再按住LT鍵 原來滴管部分就變成剪刀了 這時候再按一下滑鼠的右左鍵 就可以刪除你不需要的色票 當你在知道LT鍵 有移動選取物件的功能之後 你可能會 願意 將選取的範圍做一個 移動複製的效果 在傳統上 是這樣複製的 雖然說現在的Photoshop中 已經提供了 新的內容感知移動工具的功能 不過 如果是用舊版的Photoshop 就沒有這樣的功能 這時候 就必須用到 選取 範圍建議 範圍的移動複製 橫ni 選定一的範圍 再選擇到V 使用移动工具 再按住LT键 它就能再重新建立一个选取范围的移动 如果不漂亮的话 那必须对这个选取的物件再做一个 去备或者是说边缘抹去的动作 像这样 不好意思这是在背景图层 我必须重来 这样再按住 运动工具 按住LT键 拖箱右拖椅 那刚刚讲过如果有不许边缘不往合的地方 我会用橡皮擦 工具查处按下1 选择橡皮擦工具 可能不能加以画范围是太大 这就是LT键所带给我们的好处 在传统上 Photoshop只有5.0版或者是3.0 4.0版的时候 如果我们也在 愿意在同一个图层做 图层部分 区域的一个移动复制的话 就必须使用LT 加移动工具来做一个移动的复制 这就是LT键所带给我们的好处理 这就是LT键所带给我们的好处理 这就是LT键所带给我们的好处理